大家好 日本共同社7月16日凌晨4点发现的两艘中国海警局船只相继驶入钓鱼岛及日本周边的海域 共同社说中国公务船今年30天驶入钓鱼岛周边日本海域 上一次是在7月11日 日本政府12年9月将钓鱼岛规划 中国政府称钓鱼岛富士岛已是中国固有领土 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纳罢介绍 两艘军舰的军事搭载了类似于机关炮的装置 中国海警在海警法通过新的修改以后可以部署舰炮进入钓鱼岛 日本海上保安巡逻队要求两艘船驶离日本领海 共同社还表示在领海外侧偏离区也发现另外一艘 搭载机关炮装置的中国船只 钓鱼岛周边连续208天发现中国共船 刷新了日本政府12年9月将钓鱼岛国有化后最长继连续天数记录 另外以驻日美军颜国基地为据典的航母舰载机部队 战斗机机型将更进为最新的隐形战机F-35C 运输机机型将变更为鱼鹰 两种飞机都是首次在驻日美军基地部署 中国海警局的新发言人干预去年曾强调 钓鱼岛及周边复制岛屿是中国贵领土 去年12月10号中国海警局透过官方微博表示 中国的日本的贺文号渔船和数艘海上保安厅的船只 前一天非法进入钓鱼台领海 中国海警舰艇依法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 另外日本东京还举办了太平洋岛国高峰峰会 16号在东京举行 包括帛琉等18个国家地区领导参加 太平洋岛国被视为是美国和中国对抗的最前线 中国最近基础设施投资扩大 在太平洋岛国增加了影响力 日本希望加深与太平洋岛国合作 以对抗中国的扩张 今年的峰会将发表领袖宣言 反对任何弃略战争和片面改变形状 以及海洋安全在内的七个领域的共同行动计划 太平洋岛国原本是与台湾邦交国最多的区域 中国在在蔡英文上任后 和太平洋多国建交 19年是索罗门群岛基里巴斯 今年是赖清德 上任以后又和脑鲁建交 现在太平洋岛国仅剩三国与台湾建交 包括马绍尔群岛、伯琉和托瓦鲁 日本召开峰会前 北京邀请了索罗门群岛的总理马内来和杜纳万访问中国 并与习近平主席会谈 这次领袖共同声明的强调 反对在世界任何地方以武力和压迫来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 反对任何强烈战争 且不承认片面改变现状所取得的土地的合法性 日本首相安全党也预定在会晤中表明 未来三年将提供600亿日元支持太平洋岛国 独卖新闻也报道 日本将太平洋岛国在安全和平与安全的保障 政治领导力、区域主义以及以人为本的发展 资源与经济发展、气候变迁、灾害、海洋环境 技术与连接等七个领域将扩大合作 日本海上自卫队还将派遣飞机、舰艇、靠岗 加强与岛国的交流连续 日本将无偿提供一艘渔越调查船提供给马绍尔寻岛 另外也和密克罗尼西亚、巴布加亲戚那样 进行水产资源海洋环境调查 中国方面今天又有最新的行动 中国的第三艘航母舰福建舰 目前进入了渤海湾 在东海的试航现在已经进入到渤海湾进行 根据现在的卫星图像 就封面上卫星图像显示 进入渤海湾的福建舰 将测试至7月24号 因为现在渤海湾封锁到7月24号 7月24号之前将会测试 还有可能是空警600着舰的情况 今天南海方向 菲律宾的海军的发言人 叫文森特特里尼达 海军少将表示 中国航母作战能力要成熟 还需要数十年时间 山东舰出现在菲律宾的附近海域 有分析认为 是中方首次派出航母 前往菲律宾近海 有威慑之意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也就此回应 山东舰赴远海精英实战训练 信年度例行安排 符合国际法国际实践 不针对任何特定目标 今后中国海军将常态组织类似演练 不断提升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 特里尼达周日向记者表示 我要告诉我们的同胞 中国人民解放军还缺乏经验 虽然他们比我们先进 但要达到航母的作战水平 需要很长时间 特里尼达说 中国山东舰以及整个南海的活动 声势浩大 显示出他们强大 但关于航母的真相 是他们需要几十年时间 来完善航母海战 中国目前拥有三艘航母 12年9月25号 001型航母正式交付中国海军 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舰 悬号16 17年4月26号 中国第一艘完全自主设计 自主建造 自主配套的国产航母 下水仪式举行 19年12月17日 入列中国海军命名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号 悬号17 2022年6月17日 中国第三艘航母舰下水 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福建舰 悬号18 辽宁舰山东舰 采用传统的华越式起飞 福建舰是中国完全自主设计 首艘弹射型航母舰 采用平直通行飞行甲板 设置电磁弹射蓝锁锁 满载排出量8万吨 在吨位和技术上有大幅提升 中国目前第四艘航母的消息 也已经传出 人民代表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海军政委袁华智 3月5号接受采访表示 中国建造航母技术没有平静 第四艘航空母舰 还有可能会采用核动力 和第五艘同时建造 未来两艘会同时建造 四艘五艘就会同时建造 中国将很快拥有三个航母战斗群 另外两艘航母都在加班建造 未来的中国航母要达到五艘航母 所以从整体看 现在菲律宾说中国未来的航母战术 包括航母的作战能力需要数十年来提高 只是针对中国现有的状态 但实际上中国通过航空母舰的训练 包括列装 在未来数十年 中国将完全拥有航空母舰的整体的建造 和使用的经验 而且中国航空母舰 因为中国未来使用的区域 不是全球 是属于中国的周边海域 那么也说未来中国的航空母舰 配合着中国的陆基弹道团弹 中国的陆基的航空兵 可以对整个南海 包括台海、东海进行覆盖 也是在第一岛链内 在印度洋、太平洋、在南海这个方向 中国拥有完整的作战能力 航空母舰将配合中国的海军、空军 一起完成对南海的封锁 中国是在家门口作战 菲律宾自己 我觉得这个发言人 其实给自己壮胆 你以为中国只有一艘航母 和你菲律宾答吗 航母是配合中国的 远海作战能力 包括潜艇 包括中国在南海部署的战机 是要配合 是要封锁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之间 美国对你菲律宾的援助 打击你菲律宾还需要航空母舰吗 这不是笑话一样吗 中国的零七五 两栖登陆舰就能摧毁你菲律宾整体 你的军事实力 直升机 航母就摧毁你了 还用着中国的山东舰、辽宁舰 现在日本 从日本包括台湾方向和菲律宾方向来看 美国现在正在武装第一岛链 自己在撤退到第二岛链 要让第一岛链和中国开战 让第一岛链的国家和中国关系紧张 那这样美国在背后就可以操作 和中国讨价还价 通过和中国的对抗 也可以控制美国这些所谓的盟友 因为你和中国的博弈 你和中国之间的矛盾 你需要拉拢美国来给你支持 不断能够遏制中国 扰乱中国和周边国家正常贸易往来 还可以让这些和中国捣乱的国家 更依赖美国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看美国 昂链撒克逊他的很多战略 很多这些战略 其实都失传于谁啊 英国 昂链撒克逊的祖先英国 他当时英国在欧亚大陆 对法国 对德国 对瑞尔曼 对俄国 都是采用这个战略 但我觉得亚洲有一个问题 亚洲这些像日本是被阉割掉的 一个太监即使举起刀 好长时间他也没有硬起来过 所以他也不知道硬了以后是什么样子 日本呢 我觉得他现在能力有些 菲律宾呢 像还有台湾呢 这个军事力量根本 跟中国不是一个量级 他也无法和中国整体台战 中国一个战区就能灭掉他 甚至伊朗搜 航母就可以把他们灭掉 所以美国现在呢 最大的问题是在亚太地区 印太地区 找不到合适的盟友 能够体量和中国对抗 那放眼一看 印太这些 对吧 那实际上的体量都不够 唯一的又一个日本 因为日本又被美国阉割掉了 美国又不可能完全把日本释放出来 重新把这个生殖器给你插上 让你接着雄起 那美国可能就惨了 美国可能就惨了 所以你看美国现在呢 想挑动印太地区 这种地区冲突 紧张局势 未来很有可能是 点撞爆发战争 包括在台海爆发战争 然后用欧洲 用北约的力量 或者美国自己的力量 来从中牵制 不会和中国直接开战 很有可能会选择乌克兰的模式 在你这点一把火 让你长时间在这消耗 这可能性更大 我觉得中国也做好了准备 中国的包括航空母舰的建设 包括中国海军 也做好了在地岛链和美军开战的准备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一点 中国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武统台湾 做好收复台湾的准备 别无选择 因为千万不要幻想着美国 它会饶过中国 它会让中国能够和平统一 也不要幻想美国 它有一天在台海在南海 会和中国站在一起 维持这个地区的和平 安格鲁斯塔克逊的底层逻辑 就是死亡和战争 强盗永远是先放火 再来收割你